嘿,我是咪大熊MudgeBear 為什麼現在這個時間,晚上半夜2點會在外面 我有收到簡訊來說,我的寶可夢的悠悠卡球 就是寶可球的那一張悠悠卡到了 所以我要去超商領我的悠悠卡了 因為裡面不能亂拍,所以就在外面大概拍一下 對,那等一下就準備回去開箱給大家看喔 Hai,我到家了 這顆寶可球呢,剛剛大家都有看到它的展示畫面 就是它會發光 然後只要有感應到呢,就可以亮亮的 然後拿開呢,它就不會亮 這顆呢,是裝超夢 還是裝寶可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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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裝這些東西 它裝的是現金CASH 呵呵呵呵呵 不過呢,造型還蠻不錯 然後手還蠻好拿 而且它還有一個小小的吊繩呢,可以讓你掛著 看你是要刮來包包還是刮在哪裡 我覺得好像感覺不錯呢 這個東西嘛,到時候可能就會掛這樣 掛著 然後出門要使用的時候就可以劈 可是,感覺好容易刮傷喔 不過大熊一定會帶出門用 因為要看到發光了 呵呵呵呵呵 這個質感我覺得它比之前的那個美少女戰士呢 的質感好太多了 它的塑膠質感比較硬,比較厚一點 就是沒有像美少女戰士的這個 它的質感呢,比較沒有像寶可夢球這麼好 就是有點可惜 雖然它閃亮亮的,可是感覺就是超級廉價感 可是寶可球呢,就是質感還不錯 就是真的很像寶貝球 呵呵呵呵 遇過了這麼久,終於來了 嗯...質感呢 有點...小失望啦 不過... 畢竟還是以實用為主 我覺得它實用度可能會蠻好的 因為之前大熊拿著 那個美少女戰士的時候呢 出去用其實用得還蠻開心 就是都可以這樣刷一下 刷一下刷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環寶貝球這樣刷一下 刷一下刷一下刷一下 呵呵呵 我覺得沒有強大的不用擔心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看起來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需求量那麼大 那網路上呢,也有一些教學就是 教你如何把這種玩具啊 然後裡面裝那個刺片 然後有一些發光的套件 可以讓你改造 大熊是不會啦 所以我就只能夠直接買這種東西 對啊 這一次大熊歐北妹呢 開的就是寶可夢啊 PokemonBud 那如果喜歡大熊的影片 請記得幫大熊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喔 喔 喔